谢欣与经纪人结束合作关系后 目前独自一人结洽工作 还飞往欧洲旅居两个月 日前她在柏林完成了世界六大马之一的柏林马拉松后 便前往莱比锡旅居 随后她入住当地的青年旅社 结果被安排与陌生的德国男子睡在同间房间 谢欣表示算房间内有两座单人床 但自己还是无法安心入睡 而从照片中就可以发现两张床的距离非常近 谢欣在隔天起床后便与男友通话抱怨 不料男友却超淡定的直言 性别平等推演到极致 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让谢欣也哭笑不得的表示 有那么淡定的男友需要注意什么 对此不少网友纷纷留言 劝她把这样的男友放生 但谢欣幽默的回应 比较害怕男友把他放生了 随后也笑称德国室友很乖 大赞对方睡觉不会打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